主持人 早安,圣诞节快乐。 主持人 早安。 主持人 早安,这个礼拜想要请您继续讲关于西北军的事情。您上次最后提到杨虎城是真的要搞苏维埃政权的,而且整个西北的赤化就是杨虎城跟蒋介石负有直接的责任。您可以把这件事情稍微再讲清楚一点吗? 大体上讲,穆斯林军阀的起源是清末跟左中堂收编的那批团练和土豪,因此就在穆斯林社会中产生了清清和清唐的两种范文化背景,这影响到政治形象的形象。 台面上的军阀,从马胡祥、马安良他们这一系出来的军阀都是清清派。马化龙他们那一派是清唐派。清唐派是虚拟的,清清派是实际的。 就是,军阀跟袁世凯一样,他们正统性的来源来自于他们跟大清皇帝的关系。没有大清皇帝,他们跟一般的土豪团练没有区别,所以他们很强调这层关系。 而清唐派是因为他们取得被镇压的状态。被镇压的状态中,他们需要有一个为自己提出合法性的依据。而这个合法性的依据就是说,他们是唐人的后代。唐人带我们好,满人带我们坏,唐人的正统性高于满人,所以我们更正统一些。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倒是清唐派更正确一些。但是这倒不是说他们跟政治意义上的鲜卑人的唐人有任何直接关系。 而是说从泛文化的角度来讲,礼师求诸也。这个晋识就要解释成为宋代,而按照日本人对中国和晋识的划分,这个中国和晋识的划分,晋识用于东亚,是从宋代以后,也就是说从辽津以后,东北亚崛起而内亚衰弱开始算的。 南北朝的唐算是中古时代,中古时代的东北亚是内亚的仆虫。 那个时候也就是狄人杰和唐玄庄的时代,散干穆斯林社会的生活作风和文化遗传确实是来自于中古,而不是来自于近世的。 有很多细节的特律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说他们装水的那个瓶子,那又是唐玄庄的那个饰养的,比较尊重历史的影视,写唐代的和尚就是那样一个带脖子的水瓶,有两个口的水瓶,一口进水,一口出水。 那种水瓶是典型的外伊朗和北印度的出产。中古时代,佛教的和尚、摩尼教、拜伙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全都用了这个东西,而到了近世基本上都被伊斯兰教收编了。 在蒙古的那个时代,还是基督徒的汪古部那些人留在西下故地的,尤其是今天零下故地的,大部分都变成了穆斯林。这个关键性的变化也是在明代。 在更加多元化的蒙古殖民时期,甘宁清的宗教生态还是比较丰富的。 等到明末以后,基本上就是非、非、吉儒。属于内亚系的各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全都变成了伊斯兰教。 当然,这样就使得伊斯兰教更有理由自身说,他们代表了比明清更高贵的唐代文化的金法了。 这一点又可以推出了很有意思,就是暮黑设计的一个小题目。我经常看到中文圈的暮黑说这样的话,说是,穆斯林不讲卫生,大厂改静超标。 由于可怜的德意志士坦招募了穆斯林工人,所以他们的卫生质量出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这个学说就是,因为我是通过文献,而不是通过网络,早在网络时代之前我又有点了解了,得到印象到恰有相反。 比如说,上层人士用的肯定是沙满汉那种香满兰宝斯的极其豪华的浴士,那种浴士当然是上层人士才用的。 但是你得说,李后祖和宋太宗肯定是上层人士,但是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浴士的,明清的皇帝肯定也没有。 照文献记者的话,李后祖擦屁股的时候,他不是像穆斯林的皇帝那样,厕所旁边就有一个浴士,拉完死以后立刻就进浴士去全身洗一趟,而是他跟和尚一起用木头片充当手指,采取瓜的方式。 这个方法很难说比穆斯林更卫生。穆斯林的浴士,可以想象他们是经过东罗马帝国,从罗马那种豪华的浴士引进来的,跟穆斯林法学有罗马的成分是差不多的。 后来巴布尔皇帝到了印度,他就抱怨说,印度又炎炎的又肮脏,我多么怀念沙马尔汉的浴士。 但是他在沙马尔汉打了败仗,他一生都想打进沙马尔汉,没有成功,无可奈何地打了抵抗力比沙马尔汉弱得多的印度,一不小心打下印度皇帝,让他感到非常吃惊。 他本来只打算在沙马尔汉做一个小诸侯,就心满意诸了,结果小诸侯做不成,反而变成了印度的大皇帝。 但是做这个印度大皇帝,他的感觉好像是像戈登将军宁可做女王的上校,也不愿意做大清国的将军一样,觉得他还没有沙马尔汉的小诸侯职钱。 有很多沙马尔汉犯上的私相病的证据,其中之一就是沙马尔汉的大御史。这个是明清皇帝和斯大夫阶级想出不到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想象,穆斯林的穷人也是很胖胖的,但是这个得看货比货。近似的穆斯林肯定比东亚的上层阶级要更干净一些,但是他们在现在如果变成第三世界的农民共力一部分,也许真的会达不到德国人的卫生标准。 但是由于说这些话的人的身份,所以我非常怀疑,这些根本就是完全是中国人编出来黑他们的。 因为他们在西方跟穆斯林一样都处在第三世界的农民共力地位,所以特别容易相互嫉妒。他们不容易嫉妒上等人和统治者,而容易相争嫉妒,于是就编出这样的话来黑穆斯林。 就近似的情况,像范长江他们在甘宁清写新闻报道的时候,情况就是很明显。当时是完全没有自来水之类的东西的。 清教系的穆斯林家里面一般有一盐井和一个渠,渠是流水用来洗菜、渠是浸水用来吃饭,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水的使用是非常在意的。 像唐玄宗那个瓶子,在现在的自来水使用以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用途,但是还有很多水迷很怀疑的这种文化传统。理由是它的大小很适中,用它一瓶子里面倒出来的水,可以从头到脚,按照穆斯林的宗教语诡诡,头、手、脚全都洗干净,不多也不少,也不浪费水。 他们说现在的自来水太堂会水了,简直是没有必要。而家里面的自己体面人家里面就要备了一个瓶子,客人一进来的话就给他洗脸洗手。这是一种比较尊敬的方式。 从这种方式来看,他们恐怕比清代的普通四大无药蒋卫生长多了。蒋卫生的程度本身跟宗教有关系了,因为宗教本身的原始起源就是一个洁净仪式。 洁净和赎罪在人的心理上是分不清楚的事情。原古时代多神教,洁净仪式就是赎罪仪式。南岛系的各民族,比如说像日本神社和玻利伊西亚人的那些仪式,很明显就是极度强调水和清洁的使用。 后来在基督教这样的大宗教当中,这个仪式象征化了,但是原来的底子还是存在的。 这样两派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一种账面上的嫉妒和社会生活不成比例的现象。 就是,实际上清清派属于北洋军阀这方面的势力,在社会中扎根的程度不如他们在政治上的声势上。在政治上好像他们是一桶江山,但是在社会上他们可能是指出了表声。 这一点也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政治取向,这是一个开始。这个政治取向和政治依附性是随着时间路径依脸而不断扩大的。 一方面,这是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属于穆斯林内部、清华派和儒法的那一批,跟大清国末期的儒家士大夫有着很深的感情和密切交织的厉害关系。 所以,他们开始就要依附袁世凯,后来对国民政府也是偶断失联,而他们真心尊重的是移民士大夫这种类型的。 这个你可以从后来马子盈,也就是马鸿冰,后来在南州金雷马政变的时候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马华的真正领袖是马富翔,但他自己已经是个儒法很深的人,他自己的做法还有马家一贯的做法都很像是晋唐士大夫,而不像是比较刻薄、比较小富人家的明清士大夫。 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背后的门犯结构是很接近于南北朝那种巨大型的宗族,而不是明清那种君子之者武士而战那种已经比较破败的家族,所以他们的势力和规范性本来就比较强。 马富翔在兴海以后,由于当时并没有临下兴海,临下兴海分出来就是为了分化穆斯林势力。 因为在亲王以后的博弈当中,穆斯林军阀的势力显得越来越突出,很可能是过去大明朝陕西省,也就是包括陕西、甘肃、临下兴海的这些大片,全都要为穆斯林。 所以,首先是北京政府,后来是蒋介石,把临下和青海发财给了穆斯林,把陕甘粮省留出来给自己,而他们自己留下的陕甘粮省就始终处于永无止境的政治动乱纲,变成了赤法的源泉。 而穆斯林统治的青海临下粮省就变成了非常稳定的军法统治结构。 实际上,这种花昏方法就是纷亚自知。肥汉杂粮的地方一定不能留给肥民。肥民已经占了绝对优势的地方,只有化出来给肥民,但是范围要尽可能小。 比如说,河州、临下、马发的起源地和老家仍然留在甘肃境内,尽管他们的正式的军阀势力是在临下的青海的。 这种纷亚自知的做法,正如李宗仁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赤法的源泉。他举例说,例如河建是一个不怎么入流的军阀,但是它相兵统治的地区,尽管湖南是毛泽东的老家,也是毛泽东活动最厉害的地方,却赤法不起来。 而武汉的财政比长沙要宽越多,由于蒋介石在控制了湖北以后,不断地造成政权更迭,形成不了稳定的政权,反而变成了赤法的重灾区。 他说的这话就是暗示说,我在广西搞得很不错呢,当然是因为你动不了我广西的民法源。 同时,我统治湖北以后的政策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政策是李宗仁法材的关键所在的。李宗仁在北伐以后,他所属的贵军算是北伐军一役,控制了两湖地区,后来又极左了唐生志,所以武汉是他的底盘。 他实行的政策是恶人治恶,就是广西人当军官,湖北人做文官。这样引起了双方的不满。 他实在军官说,辛苦的事情我们来做,享福赚钱的事情让湖北人做,我们下面太吃虧了,我们不肯打。 而湖北人还觉得,你们是广西蛮子,是殖民者,骑在我们头上欺负我们,我们也不肯打。 结果等到蒋介石打过来的时候,双方都叛逃了蒋介石,使得李宗仁光着屁股逃混广西。 但是他在广西的民团还是很稳当的。所以他说蒋介石在湖北如何不行,也是在霹雳扬秋的时候,他自己在广西和湖北搞得如何好。如果是我在的话,后来绝对不会那么糟糕。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蒋介石在湖北的政策,跟他在陕西甘肃政策是一模一样的。他进派余幼任、邵立子这样的文人,像是唐帝国用亲王当节度使一样。 谁都知道,第一,亲王不能打仗,第二,亲王死活也不肯离开长安,所以就是个纯粹空明的文章。那么节度父使就变成真正的节度使了。 这些文人省长存在的结果就是,使得当地任何个派系都建立不了稳定的结构,因此政变不断发生。 首先是马富翔,在辛亥以后,当时的甘肃是包括临下青海的,新代的行省分化法不是明朝那样的一个陕西全包,而是分为陕西、甘肃粮,甘肃比较大得多。 而当地的国民大会选他做未来的都军,意思就是看中他是最有可能维持稳定局势的人。这种选举我们就不能理解成为美国那种选举,而要理解成为黎巴嫩的选举。 黎巴嫩的选举是这个样子的,以色列人打进来以后,他们就选了巴西尔·杰玛耶勒当总统,因为他是亲以色列的派系,如果他上台的话,他可以让以色列撤军。 后来,叙利亚人又打进来了,他们又选了一个叙利亚系的人当总统,理由也是,因为他上台,可以让叙利亚人扯军。 这种选举方式实际上就是,各派土豪组成了议会,看谁最有可能打赢,就投票选谁。 然后他就率领,马富翔就率他军去向南州进军。这次就发生了简直像是资质通建《禅堂五代》那一段上拷贝折抄下来的事情。 他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手下一个文书进来办事,他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南州去做官了,领导人家有什么看法啊?" 这个文书说:"民工英明神武,持续一定成功,我祝贺民工。但是只怕老百姓糊涂,他们不知道民工众望所亏,还会说肥肥幼兆缓和。 这句话好像是兜头一泼冷水,泼在马骨枪上头上,他仰天唐善地说:"我自己的文书都不相信我,人民还能相信我吗?",于是他就撤军了。 特军的结果,请注意的是极其愚符的事情。这件事情上一次发生,是在晋王李克用进军长安的时候。当时皇朝刚刚撤出长安,长安城的皇帝像汉宪帝一样落入各路军阀的手中,快要饿死了,于是他也像汉宪帝要求朝公出兵救驾一样,请李克用第一次出兵。 李克用带你进军就是沙陀人,沙陀人好像应该是白种人,他们也是五代时期进阳军事系统的起源,也是杨家将的起源。 我以前还以为宋人应该是汴京流氓不穿者,跟郭维他们差不多,但是现在的遗传学研究恰好证明,其实宋人是河西走廊的小肉质人,大肉质人跑回大下去以后,留下了一部成为小肉质。 小肉质的人口不一定比大肉质少,但是之所以说是大肉质,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法统的意义上来讲是残余部分,正统的贵族跑掉了。 沙陀人东征的时候自然是带了源头一路可携和收编,他们的祖先大概在沙陀人的东下,从天山东部、天池、巴厘村那一带一路东下,最后到靖阳的过程中把他们的祖先给收编了。 他们虽然姓了赵,那他肯定也是跟暴罗征姓暴乱的姓态的,最后变成沙陀人大军阀手下的小军阀。虽然他的政治上的基本盘确实是边境的流氓无产者主,是禁运军。 在沙陀人越来越少、势力越来越弱的时候,更多的要依靠中原雇佣兵的时候,他们依靠这个势力推翻沙陀人的基本盘,但是他的出身其实还是跟沙陀人一样,是有强烈的白人血同的。 好吧,尼克用第一次进军,像曹操那样赶走了各路军阀以后,他携天子而令诸侯,看样子眼看就要变成唐代的第二曹操了。 但是这时候他做出的曹操没有做的事情,因为这时候皇帝又一次,你也可以说他是汪人不义的,像汉宪帝一样赶到曹操赶走了各路军阀以后,现在曹操是他的最大威胁,开始设置英雄准备赶走了曹操。 而李克用可能是因为他的蛮族性比曹操强,曹操是没什么蛮族性的,而李克用的主要基地是在于大同近北的部落区。 他本来待在长安,远离了部落区,就感到很不舒服。看到皇帝来反对他,他就说:"我本来是为了近中皇帝而来的,被皇帝拆解,我还不如配老驾。 这就比较像是日本关东诸侯所干的事情,上落以后又跑回自己根据地区了。他说的话是铁面化,光面堂皇的话,实际上是他觉得他自己的武力来源的基本区域不能长期远离,不能一直住在长安,顶多派一个幕府派一个代理人在长安监视房地去了。 他一走,各路小军阀又杀过来,再一次把皇帝搞得一塌糊涂,皇帝又一直向他求援。他再一次进军长安,赶走到各路小军阀以后,在他快要进城的时候,他的一个盟室说出来一模一样的话,于是他就自分的记者笑着说:"连我这盟室都不能相信我,天下怎么能相信我,他又一次撤军了。 但是这一次撤军以后,来的就不是长安周围的那些小军阀,而是汴京的宣武节度使朱温。他一来以后就把皇帝抢到洛阳去了。 于是李克勇跳起来说:"你竟敢结天子,结公卿,跟李吹过去有什么气质,我们要亲师勤王。 于是就发生了,开启了五代时期进阳政权和汴京政权的长期对抗。 马富翔当时干的事情也是一模一样,他一走,北京的北洋军阀政权又任命了一些毫无统治能力的小军阀,使得南州陷入长期动荡的状态中。 而马富翔的动机可能跟李克勇也是差不多的。他一方面说出来的有光面长方的理由,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华的组成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的。 他不是以皇汉所谓的那种宗教迫害为基础,而是以同乡关系。他是一个核心土豪集团,他自己的河州集团处于核心,这个跟延细山是一样的。 延细山所谓的费江武台化就把杨刀化,因为延细山的基本盘是在晋北、燕门关以来的他的同乡,然后晋南人就要比较外围。 但是总体上来讲,外人根本分不就是晋北和晋南,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山西土豪集团。外人也以为马家军阀就是一个穆斯林土豪集团,但是这个土豪也是分层次的。 核心部分、河州军阀的部分,正规化的程度比较高,外围那就是什么师叔先生、企业家凑姓的民团,勉强凑个数。 外人看来也是他的部下,但是不是河州系的人敬佩了角色核心的,所以他也有强烈的愿望要回到他自己的地区。 然后,至今到贾建什时代,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马胡祥这个人本身就有一定的愚符的乳风,而他让用穆斯林教育和理学家教育、双重教育教育出来的他最得意的好侄子和好门生。 他自己到处到北京和南京的官场上去游说,这个人是做真国藩材料的马红兵,就变成了几十年不加税,以至于他的军队被马不方马林称之为寿兵,就是吃不好的军队。 这种情况正好就是王福芝说的那种,斯大夫喜欢的军队就是打不平胜仗的军队。你要想让斯大夫给你好评,你练兵就要像马红兵那样练兵,你的兵就没有钱,因此装备也没有办法更新,所以就被其他的军队甚至队受兵。 但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这些寿兵还能够充分成场面。他第一次投机号称基督将军,用水龙头给他的士兵受洗,但是这样好像并没有得到多少钱,于是他后来又投机共产党了,苏联给他运来了几万发炮弹和几百架飞机,这个使他获得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因此他就开始收编西北各路军阀。 这次各路军阀都虚报,尽可能地有一个师都把自己做成军长。而他认为马红兵很有实力,就封了一个军长给他。但是马红兵在工营中始终制成师党,红一祥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马红兵回答说:"我明明只有一个师,吹起牛来,我有点不好意思。红一祥从来没碰上过这种人,忍不住说天下还有你这样的忠厚长者。 这就是两个社会,法语通货膨胀、通辞膨胀标准不一样的结果。戈登将军认为,女王陛下的上校比大清朝的提督将军要执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比较晚期的腐败社会,通辞膨胀是毫无忌惮的,而比较淳朴的、早期的蛮族社会,他就比较讲究有一说一。 马红奎到后来的召集穆斯林会议所,号称五百清真士,实际上是四百多个,四舍五如小还真是五百。 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是放在汉人那一边的话,如果有四百多的话,他一定会说成是无暗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比例。 但是通辞膨胀比较厉害的那一方,你闭上眼睛可以猜,一定是战斗力比较薄弱的那一方。 然后,冯逆祥被蒋介石打垮以后,实际上外伊朗除了马家军阀也已经没有扶着起来的势力,但是蒋介石还是要用少利的那些去吞下他的势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度被马富翔重用了一番。马富翔跑到南京去,在蒋介石面前催了一通他的伟大职,蒋介石想机密一下,就派马红冰去做甘肃省主席。 大家还以为,甘肃人非常希望马红冰来,理由是因为他在零下从不加税,地区上从来没见过这样不加税的地方,所以至少可以指望他轻药伯父。 而甘肃原有的各实力派,像雷宗田这些人,第一,马家军兵士强大,一面有马不方马齐,另一方面又有马洪魁,势力是他们那些小女孩比不上的。 第二,他在蒋介石身边又有人,能够说得上话,而我们是冯玉祥的余孽,政治上非常不正确,很容易挨打,估计是惹不起他。 所以马红冰一来,就赶紧让出南州城,请他进来。而马红冰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所有军阀大跌眼镜。 他立刻要求雷宗田和各路军阀不要撤走,告诉他,我只带了一个警卫帘来,我的军队留在零下交给马洪魁了,我来是来以德呼人的。 他一进来就住到雷宗田的司令部里面,对雷宗田的各种好严安护,把各路军阀全都关乎原职,表示说他不准备整出任何人。 然后,他开始推行儒家的文证,实行县长考试制度,惩罚贪污的县长,派出受儒家思想熏陶,他本人亲自担任考官,对广大想担向县长的考生进行面试。 有一个县长,他问某一个县长说,你到了某县我想做什么?他说,我想要在我的县长推广一种高产粮食作物。 他说,粮食作物高产不高产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修身养性,振兴成义。只要振兴成义了,没有办不好事情。 该县长当然不敢说,省主席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他按照这种方式教育和派出的县长是一帮实实在在的侮辱。 这些侮辱在太平盛世道也罢了,说不定还真有几个艾名乳子的,但他们要能斗得过军阀的还是托剑鬼。 真要斗不过军阀的时候,他们跑回来找马红冰。 马红冰并不打算或能够制裁这些军阀,因为他的政策是对军阀以德乎人的。 他的唐表兄弟,我忘了,青海的临海军马齐的部队开进南州来给他撞绅士,别人都以为是给他撞绅士。 他说不,他说,青海的军产太高了,自古以来吃粮人从来没有拿这么多钱的。 我现在爱名如子,精兵简正,首先就要踩的是你们。拿你们做一个榜样给插军阀做榜样,先踩你们。马齐大陆就带着他的兵走了,于是马红冰就没有兵了。 本地的穆斯林领袖觉得是我们自己人当的主席,跑来祝贺他,他根本不见,也不是他的名字。 他说,我要办事情多了,时间很忙,委屈各位了,因为我是一个清官,我只收我们家乡送来的苦苦菜,其他的礼物请你们带回去。 于是,穆斯林社区领袖纷纷传说,马主席不认同乡了。我们要知道马华是根据同乡关系组织起来的,不认同乡就说你做不了军阀了。 但他自若罔门,准备依靠他的儒生实行人认。接下来,某地发生了饥荒。他下令说是,穆斯林都是商人有钱,汉民使农民没有钱,我豁免汉民的税求,不豁免穆斯林的。 穆斯林的领袖又一次不高兴,跑来劝他说,你怎么知道穆斯林一定都是商人,在你老家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农民当中是不分宗教信仰的。 有些人是汉,有些人是毁,你这样做的太不公平,他想起来也有道理,那又通通豁免了。 但是这一系列的做法就是,第一,以及此他原有的基本盘对他离心离德。就像是所谓的耐心德出来竞选的时候,据说是南台湾的基本盘已经不再支持蔡英文了。 蔡英文失去了他的基本盘,而国民党的基本盘绝不会因为你公平办事而反过来支持你,那你就两头落空了。 马宏斌这时候就出来这种两头落空的状态,他讨好的散沙的汉人根本不能让他实行有效的支持力了,而他原有的支持力的人都被他得罪完了。 然后雷宗田和其他各种军阀发现,看来蒋介石并不支持你,而且穆斯林军阀也不支持你,你就官官司令,而且你还是个大财主。 你们家自从晚清以来发的财不少,你一路带到南中城里面,行囊很充足,我们的士兵都很眼红,不抢你抢谁了。 于是,这次冯一祥被蒋介石打破以后失去了权力,一心想在西北重新站起来,在他看来马宏斌挡住他的位置。如果赶走马宏斌,他手下就不当了权,他就有机会回到西北去重整旗鼓了,于是就派代表送钱给这些人,让他们驱逐马宏斌。 两方面的动机凑在一起,雷宗田他们就发动政变,透压了马宏斌。对于他手下的士兵来说,重要的是马宏斌这个大财主的钱归他们,他们再也不想还回去。 对于雷宗田这个小军阀来说的话,他当主席是不够资格的,但是把冯一祥请回来,大家声光话才是可以的。 这时,晚清最后一个大儒、遗老刘尔新就跑到雷宗田家里面去。刘尔新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清朝时候散竿出的最后一个大儒,清亡以后他就做遗老,坚决不肯做官。 各种军阀请他,他都坚决不肯做官,只肯做慈善事业,在当地声望很高。但他当然是儒生,并不是穆斯林。 但他别人不认,只认马胡祥。他说,马胡祥这家是大清的忠臣,我也是大清的忠臣,忠臣只认忠臣。 马子银更了不起,他爸爸是庚子之变的时候在北京城下打死的,他是忠臣之子,而且邢尼又是个典型的儒家。 他跑去对雷宗田说,马子银是忠臣之子,甘民之妄。如果动了马子银,散干债务临日,我第一个对你拼。 然后,马齐这些人虽然其实被马红冰赶走了,但是穆斯林内部正如明氏所说,他的团结性还是要强。我们自己再怎么争,如果被外人欺负,我还是要说话的。 他跑来提醒雷宗田和红一祥说,你们想搞回汉仇杀吗?自己想想清楚。在这内外双方的压力之下,雷宗田不敢动马红冰。 而红一祥呢?这是他的基本盘很弱,他也不敢出山,因此雷宗田没过几个月就垮台了。这是善后就变得很成问题。 他们在政变方面,再派人去找马红冰谈判,提出过去的事情咱们就算了,你可不可以在付出以后,第一,赦免政变的军人无罪,第二,不要追究他们抢走你的钱。 马红冰听了后就说:"我们马家人没有这样不要脸的,从来都是人民欢迎我们才出山,从来没有说是自己统治不住,还要厚着脸皮统治的。我来是为了照顾甘苏人民,我带来的钱都是准备送给甘苏人民的,我根本不会追究。 而我统治不了甘苏,这个明显是我自己的德性不足所致,以后我再也不会来甘苏了。你们也不用我发布什么大特令,以后的沈主席,蒋委员长愿意派谁就派谁,反正我不当这个沈主席,因为他又带着他的警卫连人就扬长了去了。 在道哥将军冯一祥的时代,各路军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要面对。但是你要注意,他这种说法也就是凯撒之妻不能怀疑的那种说法。凯撒妻子可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凯撒认为只要有人引起了流言,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必须清白到连流言都不会引起的状态。但是等到冯一祥的那个时代,别人给你照点流言还不容易,你这种做法突然让自己吃灰了,还没有什么别的结果。 但是在敌人节和李德鱼那个时代,当时陈寅克最崇拜的那种晋唐士大夫,就是王歇门帝这种人,特别讲究家风这种人,对他们自己家族的青年,尤其是女性,名誉方面的要求也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马华在各方面都像是晋唐士大夫,这方面的渔府作风是改不了的。后来自然是各方面都来慰问他,但是他们把别的什么礼品慰问之类的都放到库房里面去了,只有把刘尔义给他写的对联什么东西珍贵地保存下来,一直保存在马家的陵墓纪念碑里面去,他们只认刘家是他们家的真正好朋友。 后来最渔府的马鸿斌没有势力,就渐渐做不了主席,被马鸿奎取代了。而马鸿奎在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中,他不接受蒋介石派的政工人员,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中是以郭子怡自居的,他认为他的系统是硕放军的后代。 可以看出,他们的政治世界实际上是来自于清清派,但是民间使清唐派比较占上风。所以他在民间进行的宣传和正统的政治建构,自称是郭子怡和朔方军的后代,是唐人的后代。 郭子怡只是藩政,并不是国王,所以他并没有要自立为王,搞独立的倾向。这方面一方面是因为由北洋留下了一系列关系,使他变成清华派,另一方面又有满蒙帝国倒台以后的阶级斗争形式。 满蒙帝国倒台以后,最先发生什么事情是什么?就是蒙古、西藏相互成人独立。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城市在里面,就是任何人都是只能讲平等,不能被下等人统治的。 满洲帝国的统治结构是,蒙古贵族和西藏喇叭跟满洲人是盟友关系,是同属内亚统治者阶级,而回汉都是被统治者阶级。 我们不可能用被统阶级统治我们的。所以,满洲帝国一简体,我们可以服从大清皇帝,但是不可能服从袁世凯和蒋介石的。 所以,蒙古、西藏率先独立,他们在大清国的品级是第一。穆斯林只是中产阶级,尽管是一个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而所谓的汉人是一个正在破落的、正在无产阶级化的散沙群体。 汉人对他们是毫无办法的,但是肥民有一定办法。肥民是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遗产下自己的军阀势力。 因此,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满蒙贵族的后退和独立给自己捞好处。他们原来是满蒙贵族的被统治者,现在就有一定的机会把满蒙贵族留下来的遗产拿到自己的手里,因此就会产生冲突。 例如,青海和内蒙边境,犬牙交错的地方该归谁?如果蒙古独立的话,它的边境派在哪里?内蒙古归谁?西藏如果独立的话,西藏独立就包不包和青海。 因此,青海和临下的穆斯林就可以请夺内蒙和青海的犬牙交错的土地。而蒙古人和西藏认为这些土地是他们的,而穆斯林军阀也认为这些土地是他们的。 穆斯林军阀的地位比蒙古贵族和西藏喇嘛低了一级,因此它需要外援。因此,他们就可以指望袁世凯和蒋介石来支持他们。 如果我说,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远蒋的嫡系部队,远蒋只能支持一方,不用说蒙古和西藏支持了他们,他们直接独立了,以英国和日本的后阵,他们直接独立了,支持不得。 如果支持穆斯林的话,穆斯林只想当军的话,还不想直接独立。 而马洪魁就借助厄吉那契西蒙的蒙古王爷跟关东军勾结,接受了日本特工和日本军事顾问的时候,向两人说报告,你看蒙古人多么靠不住。 蒋介石没有别人可用,只有说,你只要拿得下来这批叛徒,这些地方都归你。 于是你看,蒋介石的地图,我相信这个地图1960年还在台湾用,就是东北九省,小学生要被东北九省,不是东北三省。 而东北九省的地图上肯定会有一个大的零下,这个零下包括了西蒙,跟现在共产党的地图上这个小零下不一样。 把今天的内蒙古秩序西部包括进去了,怎么包括进去了?就是马洪魁这一次。 他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带兵进入西蒙,把那些跟日本人结盟的蒙古王爷抓起来,西蒙就算是零下的土地了。 然后,马不方的青海也是这么干的。他把青达赖的藏人给镇压了,把青海的世界上给扩充了。因此,从蒙古人和西蒙人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军阀是很坏很坏的人,是他们的主要敌人。 从穆斯林军阀的角度来讲,刚刚从中产阶级上升到统治者的地位,羽翼还不丰满,他们不敢一步走得太远。 接受蒋介石的支持,对于维持他们在当地的势力是有一定帮助的。 但是这样一来,后来后果就是,因为日本人的大计划是,以满洲国为基地,通向内亚和新疆。在新疆修铁路是什么的。 中间通过马伐的地方,日本人控制了满洲国内蒙,各路完共内蒙,然后通过反共的穆斯林军阀,一直通到反共的新疆和泰那一带东突第一共和国。 所以,马木提是东突共和国的军事部长,他就经过英属印度跑到日本,后来他娶了一个日本女人,最终在日本终老了。 这个婚姻本身就是日本的内亚计划,这个内亚计划恰好就横在了苏联的南面,挡住了共产国际向东亚和内亚扩张的路线图。 所以,等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撤出东亚、撤出远东以后,苏联和日本的体系已经是四不两立了,彼此之间只有一个能活。 但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是蒙古贵族,所以他要求穆斯林军阀必须服从蒙古贵族领导,而这样一来,他就必须把他已经吞下土地吐出来,这是马加索不愿意做的。 因此,他们又要反共,又要反对蒙古贵族。这样一来,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跟日本人合作,只能依靠蒋介石反共了,这样一来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劲命运。 这个可以说是大外交、整个外交部局造成的结果。既反共,又反对蒙古欺藏分裂势力的力量,又只有蒋介石了。 因此,马加最终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在抗日的过程中严重地消耗了自己的比例。 他选择蒋介石这件事情,就等于说是弱势集团,他自己下场不是靠自己带来的力量决定的,就是靠太上皇的保护。 太上皇如果赢了,你就跟着赢了,太上皇如果输了,你就整个完蛋了。他没有选择日本,也没有选择苏联,而选择蒋介石。 所以,尽管他是高度无法的、高度侵法派的集团,在蒋介石垮的时候还是被打垮了,而且还被本质上的无产军队什么也不懂的防范,说这是穆斯林分裂的实力。 其实恰好相反,马家军阀是穆斯林内部的统派,是伊斯兰文化内部的侵法派。今天习近平不是要改圣经和古兰经干什么东西,要搞五教合一吗? 其实这种事情你就不用找,最侵乏、最搞乳化的势力除了马洪奎没有别人。今天那些伊斯兰教学校,比如北平上的伊斯兰教学校,特别是马洪奎用自己的私人财产,当然还有他爸爸马洪奎用自己的私人财产信办的。 刘建延这些主张乳化的伊斯兰教学者也是他挖掘出来的。现在张承志不是很恐刘建延吗?但是他不会知道刘建延是谁的。 刘建延是马洪奎用出来的。张承志是个政治煽动家,他不是有耐心做学问的人,他全是剪剩饭的。就是别人搞出来的东西,他现成的剪。马洪奎用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大家现在不敢提马洪奎用。 其实整个伊辱合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源头就是马洪奎用。所有的资本、所有的学术格局都是马洪奎用留下来的。 如果不是马洪奎在的话,穆斯林社会肯定会更反华、更倾向于途律一些。马洪从晚清时代留下的政治资本,起的基本盘就是这样的作用。 但是由于他们社会本身复发程度比较低的缘故,像根据杨虎臣、孙恋英那些人相比起来的话,他们反共更积极。这是属于自身利益。 因为共产党要解构他们的社会,使得他们的宗教学者、地主资产阶级都丧失社会影响力,这些他们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他们要向日本人,所谓的共产主义与日本国体不能相容的一样。而所谓的汉人社会呢,除了无产阶级,就是投机分子。这是不在乎的。他们本来跟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区别。 共产国际能够让他们当几年孤军,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当孤军以后,以后倒闭的是以后的事情,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分的好处了。他们没有什么需要损失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可以轻而云地腐化。 共产国际寻找代理人的时候,是大家每个人身上都试一下,无费服也要试一下,个人也要试一下,但是最后只有国民党被他失踪了。在西北,只有孙恋银、杨普彤这些人被他们亲爱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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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带着他的部队增上去跟日本人打仗,几乎打光了。以后他就变成一个无度轻重的人物了。马鸿奎和马不欢还比较有力量。这次马鸿奎在荷兰山上避暑,听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就痛苦地说:"这样一来,共产党要做大了。共产党的势力还没有限制住,战争就突然结束,得到的好处肯定是共产党的。 而散竿的其他各路军阀人,邓宝山,正在抱共产党的大腿,跟共产党做鸦片生意,正在发财的时候。接下来的战争爆发,毛泽东是一个马基雅唯一的主义者,他根本不在乎。关于他如何热爱延安的传说,都是共产党的文人编出来的。他面不改色地抛弃了延安,一去再不回头。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全是烂兵,马鸿奎轻而易举地占据了陕北的延迟。 延迟和鸦片是陕北的主要财政收入。马鸿奎不要鸦片,只占领了延迟,但他并不进攻延安和御林,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立太大的功劳,变成众矢之之地。但是现实利益是要的,所以他轻而易举派去之偏师,就把延迟占领了。 胡忠兰他们打了很多仗,才去把延安易临占领。后来共产党反攻的时候,包围了御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全没有办法检卫,又要求马鸿奎出兵。 马鸿奎被称为掌柜的马鸿奎,派他的军队去进攻御林。共产党按照他的老办法维典党人在元大坛交战,然后共产党军队跑了。马鸿奎军队打进御林。 御林的首将,包括邓宝山这一类,要求他们合作守城,但是马鸿奎命令他们赶紧撤回来。御林是个没有税源的地方,赞助他们只会赔钱。 我在陕北要的是有钱赚的地方,我是个掌柜人,所以我只要延迟赶紧走。 对,事实上他们走了以后也是非常明智的。因为邓宝山本身就是匪谍,而胡忠兰就算本身不是匪谍,他身边的秘书情报官也是有一层子匪谍的,所以肯定会被出卖。 而穆斯林虽然武器比蒋介石的敌气部队要弱得多,但是社会团结力比蒋介石要强得多,所以他们反而更能打一些。如果被匪谍渗透以后,情况反而会变刀。 这就是所谓的袁大滩之意,所有各方都宣称自己打赢了。但是显然,就从战役的经过来讲,实际上是马红奎打赢的。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打进御林,解御林之围。共产党要拦截他没有成功,他打进了御林,解了御林之围以后再撤退,显然他的所有目的都已经打到。 而共产党在被马红奎打走了以后,又被迫解除了御林的包围以后,怎么还能宣称自己打赢了?这就完全要靠修持技巧了。 一直到西安陷落的时候,这是西北野战军反攻延迟的,还被马红奎的一支警卫部队的清安局赶走了。 穆斯林军阀内部的团结性是非常明显的。西北野战军连咸阳都守不住,二马联军进攻咸阳是蒋介石已经跑到重庆的事情。 他还在南京的时候,他绝对不肯把散干给马家。等到了重庆以后,扶中南京完全扶不起来的时候,他才同意把散干给马家。 但是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是整个垮台了。阿玛的联军一直打到咸阳城下,如果只有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的话,他们可能就要打进西安了。但是这时候,林彪的大军已经过了长江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守不住咸阳,又退回来了。 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徐州还没有失陷以前,就把西北完全交给马家军的话,彭德怀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因为毛泽东从来不肯给彭德怀有任何支援的。直到战争完全结束,只剩下西北西南两块不重要的地方。 但是那时候,让谁打都没有用处了。蒋介石在散干执行那种摻沙子,行不成稳定的统治结构,不让穆斯林与法得势的势力,结果最后是班驰砸了自己一样。 等到西北野战军得到了满洲军的支持,有了重炮和火箭弹,马家的堡垒和武器就无法抵抗他们。在这个时候,马家军才最终垮台。 而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最后的一幕,马洪辉到了重庆。蒋介石叫他把马家的军队全部调回来,共同保卫大西兰。马洪辉就说:"我的军队全都是临下的娃子,他们练家的。离了家,他们就不肯打了。 这就是土豪、民兵和正规军的根本区别。马家如果是在昭武和唐武建立独立王国的话,那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争取外国贷款或者先进的这些。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现在就只能困使在这里,被一点点打得到。 最后一幕是杨成武,应该是杨德智。对,是杨德智。是杨德智的西北野兰军在得到了火箭炮和重炮的装备以后,向临下和南州进军。 南州战役是一套依靠苏联重炮的小太原战役,而小太原战役就是一套小柏林战役。 民兵出身,按照庚子年作战方式打仗的马家军就顶不住这样的火炮,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完整无损,所以他们不出叛徒,一直坚持到底。 然后这时候,杨德智的军队穿过沙漠向临下进军。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勉强收复了就在延安跟田的陕北延迟。 这时候,他们经过了一个叫做易滴泉或者叫滴水泉的佛教寺庙。这个地方是沙漠的,就是说水很少的。 只有在寺庙盖起来的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叫易滴泉的地方,就是沙地上有一个水坑,易滴易滴地往来渗水。 那必须是要有耐心挤好的人,易滴水渗出来赶紧用碗把接下来,不接下来,它流进沙漠里就没了,接下来新的易滴还是只有一滴。 所以,和尚要跪在旁边,看到一滴水漏头,赶紧就接。一天接到晚,最后庙里有十二个水缸里,装满清水。 都是可怜的和尚真相跪在那里,在烈热下跪在那里,一滴一滴水接下来的,给过路的朝圣的乡可喝。和尚自己只敢润润,吼都不敢喝。 然后解放军经过,请注意,他们在穆斯林军阀统治下至少也过了几十年。如果穆斯林真的像黄汉和共产党宣承那么坏的话,他们怎么能容得到易药图在那里,控制药底。 但是穆斯林军阀并没有骚扰他们,也没有骚扰他们的乡可。共产党来了以后,尽管和尚苦苦来说是我们一天跪到晚才跪出来的,佛祖吃了这一滴水,抽成十二缸,你们给我们留下碗。 但是共产党还是把他们的水全部抢走了,凭着抢走的这些水渡过了沙漠,到了荣川,然后和尚并没有武力,只有流着眼泪痛骂说,你们是灾心啊,是魔王啊,是坏人啊。 我们自古未来的没见过你们这样坏人啊,连强盗都不抢乡可,你们比强盗还坏啊。共产党的回答是,你们还敢骂我们是坏人啊。你们是没见过我们是怎么样统治的,很好,工作组进驻该寺庙,发分成分。 这个发分成分,如果发分你为帝主或者资本家,当然是要整理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该寺庙出的和尚没有别的居民,而和尚是劳动者,有一点点水后自己种点庄稼,招待乡客这些。 按照共产党的常规,是不是应该把大和尚的助词划分为地主,把其他干活的小和尚划分为无产阶级,然后发动群众来斗这些地主呢? 但是这一次例外了,顺便说句,少林式也是一个模式。因为共产党太恨他们了,你们竟然骂我们是强盗。 所以,如果只把大和尚发分为剥削阶级,把小和尚发分为无产阶级,这他妈的太便宜了这些小和尚了,我们工作组决定把他们全部发分为地主阶级。 但是全部发分为地主阶级以后,一个完全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是不是显得很不正常?办法当然是有的。 我们用以下方式构成当地的无产阶级。A,外派干部,工作组那些倒了没的,留在当地部队,就像是原将干部和原藏干部。 原将干部和原藏干部,你比较走运的人,作威作回话的时候,我就回北京去理工去了。倒霉的那些就是,哈哈哈哈,你们就在这里安家了,替祖国防守边防防,你们就是当地的无产阶级。 同时,试炼的土地全部没收,你在外地什么陕北清海下场招募一帮地理造的无产阶级流民来耕种从寺庙抢的土地。这下无产阶级不就凑齐了吗?你们就是无产阶级了。 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一面当无产阶级,一面批斗这些万恶的资产阶级。这些资产阶级就是原来那些在本地劳动的河上,把他们批斗得身不如死,替我们共产党抱一抱他们当年骂我们是强盗的仇恨。 少林寺也是这样,就是真实的少林寺。真实的少林寺并没有什么武功,并没有电影和五千石头表达的武功,但他们确实的寺庙还是有的。 而且这个寺庙在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们认为日本人像满洲人一样还算可以,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当地也没有势力。赵紫阳他们领导的游击队除了地痞流氓以外什么也不是。 于是,他们向着共产党的司令人来向少林寺要钱的时候,他们说强盗来了,把你抓起来送给日本人。 少林寺赶紧就跑了。当时还能跑得掉,就说明少林寺其实没有武装,想抓都抓不住。然后他回来了以后也是同样办法。 你们太可恶了,别的地方我们可以让大和尚当薄贤阶级,小和尚当无产阶级。少林寺的和尚必须全员化为地主阶级,然后我们另外签以贫下中聋来护斗你们。 每一次上面下文件来开护斗会的时候,全体和尚露着光头跪在无产阶级面前接受护斗,这样才能够除了我当年差点被你们抓住献给日本人的心头大狠。这就是少林寺的真实遭遇。 现在少林寺的政协系统肯定不是原谅少林寺的人,肯定是改革开放以后派了一帮匪谍在主持少林寺。 因为少林寺被电影吹成了明星人物,所以必须让他掌握在自己人的控制下。而临下的佛教寺庙其实也是毁在共产党头里面,并不是毁在穆斯林头里面的。 然后,这时候实际上,经过了最后的南州战役以后,马家军的主力已经被打垮了。这时,马不慌毫不犹豫就逃走了。马洪奎还跑着跟马洪斌商量一下,他向马洪斌提议说:"你跟我走吧,你们夫妇两个的开支以后由我负责。 马洪斌不是说他没有钱吗?他当然是一个著名的清官,是没有钱的。马洪斌说:"没有钱算的,马洪斌说我来养你。马洪斌摇头回答说:"你的儿女都在海外了,而我的儿女还留在临下呢。我一个老头子跟着你跑到海外,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就算是能活一百岁,我能够逃得我无偿吗?死,在哪里死还不都是一样。我们兄弟一场,就此作别吧。于是马洪奎就走了,马洪斌留下来依附他的儿子。 这使得他的儿子手里面还有一点残兵。杨德志的军队逼近的时候,要跟他谈判,然后双方照例谈判。谈判的时候,准备达成一个临时停战协定。实际上,这时候的谈判只能是辅助意识的谈判,就是收编了。 但在这个时候,双方签订了临时停战协定,马洪斌还是很愚蠢的计判,大家都不打了。而秦战协定刚刚签订的话,杨德志的军队就直接开过来把他的地盘占领了。 他勃然大怒,跑到渡口去咨问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谈判有这种谈法吗?说了要讲和,你们怎么还要打过来?和者,平和也,无论是穆斯林还是汉人都懂这个道理,你们讲不讲道理? 他的儿子和侄子们赶紧把他拖走了,要老头子再别说话了。他这个人一辈子愚蠢,愚蠢到这个体步他都还不明白,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怎么样投降都没有关系了,而他却居然还以为他处在失败的地位,还能跟共产党讲,你们讲不讲道理?所以有他在的话,就会破坏投降的条件,只有把他拖走。 然后收编以后,实际上他残余的军队和民兵就被共产党收编了。接下来,共产党就准备在他的侠局搞一搞土改正反之类的游戏,发动他的士兵出来反对他,准备把他列举为本地的大地主,把他的士兵发展为无产阶级来反对他。 结果又出现了在汉人社区不会出现的事情,一般的像卢作福这些资本家就是被他手下的工人打翻的,工人被党组织进驻以后就被发动起来打倒资本家,而穆斯林群众坚决拒绝打倒他们的领袖,他们坚持说马洪斌是个圣人,绝对不能打扰他。 而马洪斌那女府的老毛病就发作了,他跟共产党把宣传材料认真。他说,你说我们有钱人是剥削阶级,我有几个钱是不是?我们穆斯林追求的是天国的幸福,并不是钱财。你说我的钱是剥削的人,我不承认,但是凯撒之期不容怀疑。 如果有人不服我在南州的统论,我这样的都军都不当,你们说我的钱不是干净的,我全都捐献。我的房地、我的钱全和土地,我不用谁来打我,我自己统统捐献给穷人。 捐献穷人以后,共产党问他们,那你怎么办?我带着我的士兵到沙漠上去开放。你说我们的钱是剥削来的,我不承认,但我也没法给你证明。那都是历史上我们做生意,种地赚来了,那历史上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把握的证明。 我现在做给你看,我和我手下的群众士兵光着屁股出门,我们自己原有的财产全部捐给穷人。尽管你们已经把我们在共产党的序列里面算成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我们也不拿你们一分钱的想,我们也不在任何人曾经跟住过的土地,我们自己出门去,争主保佑我们。 我们到沙漠上去开放,只要黄河水还在流,我们引得出黄河水来,就能把沙漠变成田地。我们自己开出来的荒,自己种出来的田,你们还能说我们是剥削阶级吗? 他就带着他的兵,谁愿意跟我走就跟我走,他就像博弈苏奇一样、理直系统像圣人一样出门了。 而他手下的兵居然绝大部分都跟着他走。他们真的跑到沙漠上去,在黄河上挖了一道渠渠出来,把水引进沙漠里面,把黄河充满淤泥水引进沙漠里面,把当地变成田地,自根自死,像脱方者一样生活起来。 杨德志,柏南大陆,这一定是剥削阶级,企图损害我们共产党威望的罪恶阴谋。这个比你们对抗土改、对抗公私合营还要严重。 如果你们偷偷地贪欠你们钱,才对抗公私合营,显得你们像个贪婪的资本家一样。正好说明你们是贪婪的资本家,那我们还好。 你表现得你不像个贪婪的资本家,你居然去自己去种地、自己吃,证明我们共产党来污蔑你们,会破坏了我们共产党在劳动人民当中的名誉。 这个可比三反无反还要严重,不搅了你们怎么得行。比如说,他召开群众大会和干部会议,准备搅了你们这批人。 这时候,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接到了报告以后,站出来说了一句话,我看杨德志同志要犯错误了吗? 其实,在一个星期之内,杨德志着急起来准备讨伐木斯林干部,纷纷跳出来批判杨德志同志,从他参加革命开始,就犯了各种托派的、左倾的、右倾的、陈渡秀路线的、奇修白路线的、李立山路线的、王民路线的各种错误。 杨德志就感到自己浑身上来跟狗屎没有任何区别,就灰溜溜地退回去了。于是,马鸿滨和他手下的人就继续一起开放。 毛泽东我们要注意,他是一个精英的权盟政治家。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自己实力不大的时候,他有办法通过随时跳到胜利者一边去,使得大多数干部和外围群众都以为他的实力很大。 当时他正在缩死高岗,高岗跟习仲勤是同一系的,就是在共产党内部没有什么根基的人,但到了满洲有了点之间以后,反对周恩来和刘少奇,准备把苏联系老干部打下去。 其实这就是文革的预演了。但是施大林出来支持周恩来和刘少奇,苏联派老干部打不动,他立刻就反手一扑,把高岗和饶孝石打成反导力团。这是他的典型做法。 他心目中对谁强谁弱是非常有判断能力的。在他看来,土改三反五反已经接近尾声,汉人这一波都已经被搞定了以后,而穆斯林居然是号召不动了,而且一个光屁股居然能号召这么多群众去开荒。这个不得了,再压起来就出事了。 这个就说明穆斯林有力量而你们没有力量。如果你们已经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叫把群众发动起来?就是把穆斯林的社会组织破坏了,使穆斯林的下级不在乎从上级了,这就叫做群众发动起来了。 这时候穆斯林的上级就像是地主资本家一样,是很容易打倒的。打地主打,资本家不是可以随便打的,要看时间。 就像是抗战时期不能打,因为它的群众基础还在。首先要做好干部工作和群众工作,把群众基础搞起来。例如香港的地下党要把自己的基层组织搞起来,也会才能动。 如果事实证明,基层组织没有搞起来,敌对势力还能把群众号召起来,妈的,这就是你们地下党没有把工作做好,这就要强迫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丢人现眼,让全世界以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这叫做左勋冒险主义。 工作做好了,那就会出现李住民和其他的反动派,上街要求群众的时候光着屁股,一个群众都不能跟他走,这时候就可以把你打成反动派了。 如果你号召一声,成千三万的群众都起来了,妈的,你还有群众基础,这是谁的错?不是地下党的错,还是谁的错? 杨德志啊,杨德志,你在这个时候居然没有把对方的群众基础破坏掉,这不是你的错,最后你就应该及时收场了。不及时收场,还要惹出让我们出兵才能镇压的局面。 你换了今天香港地下长一样的错误,不整你整谁了。于是反过来,杨德志变成了披露对象。广大干部、列宁主义干部全都是无产阶级。 所以,他们符合共产党的标准,在任何时候,共产党想等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想等薄熙来一样的努力,他手下原有的盟友都会跳起来披露他。 因为大家本来是同一个阶级的人,你上了就是我下,你倒的指挥对我有好处。他的警卫员、他的老婆孩子可能都是他的工作火烂,也会跳起来披露他。 于是,杨德志变得非头土脸。他在临下没有愤得下去,例如王正在新疆就愤了很多年。新疆的干部很多都是在王正走过还是王正的后代和王正系统的人,而杨德志在临下就完全愤不下去。 在可怜的圣人马洪斌下碰了一个钉地以后,就被毛泽东调走了,而临下的干部在临下也愤得不得已,就是因为他犯了今天香港的地下党这样一个错误。 但是马洪斌的人还在那里,按照汉人说,傻不羁气在那里开放动地了。大家都在盯着毛泽东怎么对付他呢?毛泽东就决定说是修改我们的政策。 他说,马洪斌是一位开明老人,他如此的热爱建设,像胡多义同志一样热爱建设。好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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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多义同志不是想到了谁愿去开放吗?好办好办好办,你的士兵都去谁愿开放,我升你做水利部长。 马洪斌同志,开放建设为人民。世界好赛啊,这是肥汉团结,广大穆斯密群众热爱社会主义的好赛啊。 社会主义欢迎劳动者,我们请著名开明绅士马洪斌先生担任宁夏人民政府的故人和宁夏政协委员,请他到银川城里面来做官。 而他手下的人,愿意开多少方就开多少方,愿意开多大地就开多大地。他们想这样开荒,我们宁夏人民政府就把哪儿的荒地批给他们? 。于是故事情节就变成这样子。他们果然开了很多方,而马洪斌像是所有受了儒家影响的人,很在乎面子的。别人这样一捧他,他又觉得,看来毛主席是个好人了,看来就是杨德这些地方干部没有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政策,毛主席知道我们是清白的,看这个政协委还可以做。 于是他就做政协委员,一直做到死,犯癌症去世,死的正好恰到好处。毛主席实际上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先把能做的工作,就是能打倒的那些人都能打倒了,社会格式化以后,然后等你们孤立无援的后再来整你们。 所以首先,把儒家士大夫和没有根捷的资本家打倒。这时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是统战对象,你们的教堂和清真事还是好的。 然后借用反对美帝国主义,把由海外背景传教士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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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剩下的三字爱国,剩下的都是本乡盆土、穷人出身的本土教士。 你的势力跟过去从英美留学回来的那些神父牧师没有办法相比,比较好对付了。这次我再发动一下群众,让你们考虑一下,你看你们教会内部是不是白大人在当权?小黄人都是占着辅助地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基督教是热爱人民的,是讲究大家平等的吗? 但是,杨大人主办的教会有没有让你们平等呢?没有呀,第一是白大人在当权,第二是会讲英语的二鬼子在当权,你们这些不会讲英语的土牧师,长期水深或者是我们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呢,要不要跟着我们反帝爱国,让他们赶出去,教会的资产全都给你们了? 然后等你们听了他的话,我再发动一下普通教民来斗争斗争你。最后被发动的普通教民,恍然大悟。基督教哪里能够解救我们呢?毛主席才是我们的大救星吗?耶稣基督哪里能救了我们?耶稣基督一直让白种人起在我们头上,耶稣基督自己也是白种人,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被多虚接近的部分吗?怎么可能解救我们呢?谁是大救星?毛主席才是大救星?所以我们的基督教也不要信了。 OK,这样就整个解决了基督教问题。当然,这个安排进入到最后阶段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很多根本不认识一个阳文,甚至连中文都学得不很通的文盲和半文盲的基督徒好像坚决不肯承认毛主席才是他们真正的大救星,后来就变成了地下的野教会。 差不多在这个同时,他们也就开始对穆斯林社会下手了。这时,马红兵的部下开垫出来的土地,他们自然也就有自己的领袖,也纠缠了自己的清征室,把清征室用来喂租,发动劳动人民出来打倒他们的阿红和领袖,实行民主改革。原先门范寺庙有的财产拿出来平分平分,这样你们都分给平下中农了以后,你们寺院自然就毫无影响力了,没有物质资产了。 如果你们的群众愚昧中世纪,适应不了近代思想的话,那么北京来的红衣兵自然下乡去砸你们。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年代后期,这时候马红兵已经死了。 相对于杨德智系的那些干部,他可以说是一生散终,可以说也算是德匹下了。他的德行被公认为圣任的马红兵,其实是一辈子是真的得到了圣任的待遇。 也就是说,他是出了名的简朴,包括杨德智做军阀的时代和杨德智企图把他打成地主要的时代,他在南州连公馆都没有,他在宁夏只有一个小房子,所以他可以跟普通人的房子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可以轻而易放弃他的财产,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多少财产。而他像以前说的那样,他接受别人送礼的时候,只接受苦苦菜的送礼,那个一点也不值钱就是普通青菜,连比较值钱的好肉好菜他都不肯接受,自己的生活也是极端清教的。 他讲的那一套五种仪归是最讲究强调的弟子的。他们马家做的那些一五合一的著作就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上去跟儒家修身养性差不多的东西,就是对自己的子弟要讲究勤俭和谦卑,对外人要讲究尊重和节制。 基本上是对自己人更严,对外人要更礼貌一些,所以他后来还能够把他自己的团队维持了那么久。 等到最后这个时候已经是文革时期,最终搞了几年,时间还没有比文革长。到文革后期,也像是对温柔地下教会一样,也是基本上是控制不住了。 红卫兵没有什么战斗力,而各军区在跟苏联决裂以后,基本上自己的武器又搭乱到红卫兵手里面,也已经是控制不住的局势,社会再一次陷入混乱状态。 在这个混乱状态之后,1978年胡耀邦出来主持工作,大家平反了,共产党向被打倒的、被迫养猪的阿兰各种道歉,恢复他们原有的财产和地位。 但是你要注意,原先的儒家社会的地主资本家并没有财产,顶多是给你的侄女安排工作什么什么的,这就是双方社会抵抗力的差异有多大。 后来,现在共产党,也就是最近时间,共产党有了几个钱以后,又有很多人跳出来,都是胡耀邦搞坏了。现在牧师的势力这么大,都是你当初平反的,但是胡耀邦当时不平反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资源对比的问题。 这个平反以后有一个小小的护重,就是沙特系清真寺和沙特市留学生的出现。他们跟原先马洪斌那时候的传统教会不同,从教义上看,他们更有西亚风格,而马洪斌他们显然已经是儒化得很深的。 他们修出来的教堂,马洪斌他们修的都是唐式的教堂,而新一代的这波留学回来的教堂,修的是阿拉伯式的清真寺。但是我们要注意,唐式的清真寺其实也是外来的,跟宇文家族为随朝新建的洛阳城一样,是汉位所不知道的东西。实际上是伊朗风格。唐文化整个就是伊朗风格的文化。 只不过时间久了以后,所谓圣诞节是阳节,好像袁晓节不是阳节的样子,耶稣会的农历是阳历,好像是阳光鲜的回归历,他们是自己的历史。唐式的清真寺也是伊朗文化的产物,跟现在修的这些阿拉伯式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防汉布学乌术,而且把他们的布学乌术也感染了共产党,准确说是共产党支撑瓦房电话的。共产党的逼格来自于苏联和共产国际。 自从毛泽东把他们搞了一通以后,他们就渐渐退化了这根土别干部,跟吉红昌、洪云祥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你看现代共产党的穆斯林政策,简直就像是防汉权的实施,十足的无产阶级性质。共产党三十年代刚到西北的时候,他们还知道了穆斯林是清教徒,现在的共产党干部还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甚至不知道组织力量是靠什么的。 而且,造成现在的政策,就是真的把阿拉伯市建筑或者留学生当主要打击的对象。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组织力度的强弱,主要靠经验性的积累。 就是说,如果你的清征室时间比较长,中间经过了若干波折,几次波折,你都能重新站起来,那么人民对你的信仰是很深的。 如果你是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刚刚到沙特阿拉伯去留学,回来以后,建了阿拉伯市清征室,你二十几岁初期到四十几岁一生都是顺境,都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你们是优待政策,你没有遭受过什么打击。 哪怕你的教义被现在刚刚露头的中国主义者和黄泯说成是非常阿拉伯的,但是其实你不一定有什么抵抗力。 因为你手下的人没有经过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对你忠不忠是不可靠的。很可能还是三十年代见识的那些人,哪怕他们的寺院显得很儒化,讲出来的道理好像跟儒家差不多多少,但是他们中间被国民党共产打过N多次又站起来,人民对他们信仰极深,所以在关键时刻还能更动员群众。 而你们这些把教义和教派的符号看得很重的人,都是缺乏政治经验的外行,要么就是小子战的知识阶级和知识分子,要么就是充满技术的亩产阶级,国政交到里面的时候一定要糟糕。 内亚征服者的王朝有一个基本现象,就是中叶以后让王富林这种人做了大学士,在汉教就是公孙宏做了宰相以后事情就要糟糕。 早期上台的不是身经百战的江湖骁雄,就是内亚的酋长贵族,视野比较广阔,等到科举出生的文人开始掌权以后就开始压不住了,流氓无产的掌权在任何时候就压不住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知识分子在制定穆斯林政策和宗教政策,想当然地提出一个中国化和非中国化的区别。 其实中国化就是退化的意思,组织度的真实来源他们完全不清楚。 而且,散干跟新疆不一样,江藏是可以得到特殊资源的,散干自古也就是穷人。 哪怕在江泽民时代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广东、浙江户的流氓,财政极其充盈的时候,散干的财政也都是着经纠线的。 他的干部很稀缺,能够动员的人力物力都非常少,只能采取机笔之质。 如果要强行镇压法,那么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像新疆和西藏那么多的资源。 把整个散干临清地区变成第二个新疆和西藏,按照同样的规模去投入人力资源。 但是这个地方有上亿的人口,新疆和西藏加起来才只有几千万人,那就是说,新疆和西藏投入的资源要加出十几倍才能够维持住同样的局面。 如果投不出同样的资源而实行同样的政策的话,那么就像是一个磨坏了、穿旧了衣服一样,胸口这样磨出一个洞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背后也是磨得很薄,差不多快要出洞了。 所谓的左中堂时代的散干回变不是有人策划的,而是大清国的统治力量已经在各处都快要磨出洞了,这时候土豪开始产生。 现在的散干也是这样,你如果不能够大量注入资源的话,那也是到处都要磨出洞,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 但是,习近平和王沪宁主持的中央好像是认为意识形态有万能的作用。我们只要按符号办事,调整一下过去的去中国化政策,现在开始实行中国化政策,一切都好。 结果只能是两样,要么是坑蒙拐骗,惹得起的我就给你搞一下,惹不起,我们假装它不存在,在报告上不存在,等我升官升约的时候再说。 要么就是强者之意,惹出事情来,要中央出兵,出各种资源,要给我这个资源,那个资源。两者必居其一,而且多半是两者同事发动。 这个时候就是靠拼硬资源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有充分的硬资源,王沪宁这种人是不会上台的。 王沪宁上台就像是满清帝国用汉官,让知识分子当权的意义就是王朝的硬资源已经支持不住了。王朝的硬资源来自哪里?归根基地是内亚的部落,而对于共产党来说就是共产国际留下的遗产。 而这个遗产被万劳的毛泽东已经狠狠地破坏了一通,在改革开放人这几十年来一直在被残杀了。 现在呢,他等于是在依靠一帮科举干部的意识形态来起初做列宁统治当年做的事情,所以结果必然是危险万装。 将来散干到处出现肥变,然后再度大多数出现的人道主义灾,都是可以意料到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筛选产生出来的新一代土豪才是当地的主人,而你具体是什么教派,写在纸上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其实反倒是关键要的。 这一点其实有一个阶级算法和有趣的差距,就是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写伤痕文学、启蒙文学、人人自尽为启蒙者的那个伟大时代,就曾经有为西路军女战士蒙不平的报告文学之类的,引动了很多傻逼文学青年的眼泪。 当时写这种东西其实很简单,你要怎样启蒙民主呢?就是像何欣年当时他们干的。共产党说毛主席早年立了大功,后来又犯了错误,要删期开,这个明显是虚伪的。 显然,全体人民都是受害者,而最亏祸首就是毛泽东。我是一个开明知识分子,我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我看出了共产党的欺骗人民。 是的,共产党就是在欺骗人民。实际上,毛泽东是个十恶不赦的人。 你们为了顾面子,保住自己领袖的面子,一定要说毛泽东要删期开。我要跳出来启蒙民众,向人民证明,毛泽东是个百分之一百的大坏蛋,请看我是多么的英明,请看我是多么的启蒙和高明。 人民和统治者都应该崇拜我,我自己也特别崇拜我自己。 然后,在这个风格之下,历史真相学家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产生,揭发出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终的结论必然是,大家都是好人,就是毛泽东是坏人。 被毛泽东迫害的前资产阶级是好人啊,毛泽东是坏人。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者呀,放弃了西方可以给予的优越代理会来建设的祖国,被你整成这个样子。 被毛泽东迫害的苏联老干部也是好人啊,人家参加革命,为革命一样汉马功劳,被你毛泽东整成这个样子。问题在于,他们完全没有提到,这些可怜而无辜的资产阶级的子弟如果不被镇压和迫害的话,会把毛泽东和苏联老干部全都作为苏联颠户分子而杀光的。 而这些无辜伟大的革命老干部如果没有被毛泽东整的话,也会把毛泽东和资产阶级的子弟全都杀光的。 而这样一来,只有已经死了,而且断子绝孙,老婆孩子在监狱里面的毛泽东是了唯一的坏人,而所有人都变成好人了吗?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共产党愿意容忍甚至鼓励这些虚荣心很强的启蒙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体内混来混去,而且还得到了很大的名誉和很多的粉丝。 他们自己还以为他们是被共产党迫害的。 其实,他们提出的解释恰好是把共产党的真正主体,共产党的主体并不是毛泽东这个可恶的人,只是毛泽东当了领袖,我们如果打扰他,确实对我们自己不利,而是继承了苏联老干部世界的山东老干部。 而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干部说得很无辜,满足了他们受到创伤的感情。 一方面又把山东老干部说得很无辜,满足了他们把自己的统治洗白,证明自己还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代表和民意的代理人,有资格继续统治的需要。 所以就用最肤浅的方式把一切责任归于毛泽东,而他们还以为我们是因为接入了共产党,黑暗真相才被共产党迫害的。 其实,正是因为你完成了共产党所需要完成的舆论建构的另一面,你才容许你们造舆论这么多年。 最后等到你们造舆论造的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想要真正统治一下的时候,我们才把你们赶出去了。 好吧,在那个时候重新发明出来的典型启蒙主义的历史就是,西路军女战士太无辜了,革命以后被共产党严格审查,被马家军俘虏,变成穆斯林的妻妾以后,逃回了那部的共产党严格审查,变成不可好分子,一辈子飞溜溜的。 而跟着穆斯林军阀跑到沙特拉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的那一拨人,改革开放以后作为资本家和统担对象回来探亲,极其风光体面。 就像跑到台湾去的自然军前战士作为资本家回来,而留在大陆的这一批作为反革命分子出来飞溜溜的见他们一样。太不公平了,毛泽东真是个大坏人,与战士好无辜。 但是今天我可以用阶级分析法,跟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不同的,资产阶级阶级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考虑,西路军的女战士是什么人?她们是巴蜀的贫下中农。巴蜀的贫下中农有什么出息呢?第一,我的女儿可以嫁给我们同阶级的贫下中农,这是正常情况。第二,我们可以嫁给刘文采这样的地主做姨太太。 刘文采的姨太太是一个老实人,他可能是一个顾面语者。共产党的宣传家要他揭发刘文采,说刘文采霸占了你,你是被压迫阶级的,共产党解放了你,你要反对刘文采。 他勃按大陆地表示:"妈的,当时我们家是行了费才把我嫁给刘文采的,当时这件很有面积的事情。你要说我是被霸占的,我的面积往哪里割?我本来是一个成功人士,我是温暖。相当于跟我的同阶级的女人来说,我嫁得最好,我一直很得意的,你们要把我发明成一个罗审,我适可忍输不可忍。 共产党来了以后,把像刘文采的这样的地主纪产阶冲打倒了,然后贫下中冬的女人就被收编成为红军士兵和劳动者,所有的男人都到了红军里面。原来不用女人干的农活,都由妇女来干,同时妇女也当了生产队长之类的官。 共产党心高采烈地说,妇女的就业率达到了死亡全界百分之九十几。女权主义最核心的北欧国家从来也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女干部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比例也接近于百分之五十。这也是瑞典和昏兰从来没有实现过的。 妇女在就业场合方面彻底摧毁了性别歧视,传统上讲,只有男人干的所有重体力劳动现在都由妇女干了。 这个还不够,就是打到最后连男人都快要打光了,女人当中比较强壮的一部分也被争为女兵。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文工团。文工团的那一部分最后多半都嫁给了老干部,不是文工团的那一部分作为女兵带出去,他们就是西路军的女战士,有一部分在企图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时候被马不方俘虏了。 不肯嫁给穆斯林,逃回延安的,这时候遭遇到了启蒙作家所描绘的状态。毛泽东认为你是张国焘的余孽,我已经打倒了张国焘,张国焘狼狈不堪地逃到国民党蒋介石那儿去了。 现在你们是张国焘的营业,我好好省一省你们,好好批斗批斗你们,也就是你们要一辈子倒门。 领导马不方快垮台的时候跑到埃及沙特去了,现在他们还有后裔在埃及和沙特,他们作为穆斯林军官的妻妾。 他们那点钱,在极度穷困的八十年代,看上去像是大资本家。那时候马来华人,当然也有台湾人回乡,带几个金镯子什么的,都会遭遇像蝗虫一样的乞丐大金。 他所有自称的、真实的和假设的,像蒋介石的亲戚那种,会蜂幽而上包围他。而你不要以为被国家政策上保卫的人就一定是强的。 除非你打算真的打架,或者让国安界来抓什么,你在无奈竞赛当中你经常会输给下等人。 就是因为你在你自己的社会当中,你认为你是个讲面子的人,你无奈不起来。而四面王方包围你的那些人,他什么无奈出来都可以使得出来。 所以你很可能会拨得光光的。这种故事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流行的,就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应用他们的智慧,把那些有权的海外华人如何拨得光光的故事。 而他们还不敢当了,因为他们是一锦还乡来,本来就是打算照顾乡亲的。 然后,伟大的启蒙斯山家就愤怒地说,为什么这些唯利仕途人犯得到这么好的下场? 但是情况很清楚就是,穆斯林社会的组织度本来就比儒雅社会要高一些。你们这些贫甲中东女人在没有共产党的时候,能够嫁给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做姨太太就已经很高贵了,已经比普通的无产阶级女人要高贵了。 现在能够嫁给穆斯林军官做旗席,那已经是被嫁给刘文采上的军阀地主更高贵一些。你已经是高攀了,所以自然而然的,你就像是嫁进了贾府,嫁给了贾宝玉做妾的丫鬟一样,你根本就不想离开贾府,回来再嫁一个贫乡中农。 这里面就没有任何民族器杰和革命器杰的天文,这就是本人的阶级算法的起作用。而启蒙特亚在愤怒地说,悟夫,你们是接受过进步思想的人,为什么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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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男权社会以为本位的穆斯林时候居然十分安心地做起了仪太太,好丢人。 我们要注意,不管一个人嘴上说得怎么样,实际上涉及女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焦点。这一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不承认的。 男女平等是自由主义和共同相信的逻辑。但是实际上,一旦涉及女人的时候,大家都会本能地有两件事情跟生子习有关,一是关于女人,第二是关于你的祖先。这个第二点我们先不管,先管女人的部分。 就是说,下等人取得上等人的女人,或者得到强奸上等人的女人,或者是上等人的女人的落难之类的,都是最容易引起阶级斗争和民主斗争的焦点。 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本能支持了民主主义或者自私的团体主义和集团主义,而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人是不支持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区别男女的。 而女人在这种激起的本能反应中间,好像就是她被认为是一种资源,资源落到别人手里是我们的国词,而不被认为是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一样。 这一点包括被这种理论激发起来的群众,你要认真给她这么说,她可能是不承认的。 但是她的反应就好像真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一个男人反过来娶了外族的女人,保证引起的反应跟本族的女人价格的外人,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的女人被别人娶到的就是我们的自亏,而我们男人娶到别人的女人,那不是我们的自亏的感觉。 这一点也是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思想只能停留在受过教育的、有一定财产的中年男人这个阶层之内,而人类最重要的两种事物,生和杀,所有人都是有卑鄙长大的,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这两件事情,自由主义却处于非常软弱的位置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能够占得住的地方,全都是封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封建主义和民族主义替他解决了生和杀这样的问题。 否则的话,一个赤裸的自由主义确实是应该像何清廉那样,搞到最后他会把自由秩序说成是跟儒家四书五经一样软弱的东西。 皇帝用了我就能站住了,如果皇帝不用我的话,那么我们危险了,各处受到摩尼教或者是方纳、宋江之类的邪教的威胁。不镇压他们怎么能行呢?不镇压他们某些自由主义不起来的。 自由主义怎样才能维持住呢?要依靠强制教育,不能让他们那些宗教学校自己给自己的自己教教育,要让生的孩子的母亲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要由没有生孩子的国家来教育他们,要不然自由主义就要完了。 请问像这样一种版本的自由主义还能叫自发自信吗? 那我们不得不承认,伊斯兰教还可以叫自发自信,任何邪教都可以叫自发自信,而唯独自由主义,像他们那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不能叫自发自信。 而且,如果你要不摄入现实政治还好,一旦摄入了以后,你就还得使用黄金融那种江湖人称之为吃药泡饭的卑鄙手段,就是说伏加伏微。 因为我没有什么力量啊,我如果看穆斯林和穆斯林的眼睛,我就只有假装川普会镇压你们,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何清廉在美国干了就这种事情了,他拉黑以尼侠奇的时候就理直去上说,你们穆斯林这么样坏,好好反显反显自己吧。 但是以尼侠奇是一个维吾尔民族主义者,他并不是伊士兰主义者,让他那位穆斯林负责是极其可笑的事,差不多就像是你对着胡适说,共产党搞得这么糟糕,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胡适在他自己的社会里面是共产党的敌决人,好不好? 然后他就这么做了以后,剩下的事情就只能要依靠跟黄金荣所谓吃药花花差不多的手段。黄金荣所说是什么样的形容呢?就是,乡下人进了钱不懂得规矩,而洋大人是很少的,不经常出来的。于是,乡下人进了上海城,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他走路过了一座桥,就会跳出来一个小人帮说是,"耶,你犯了洋人的法了,快交二十块钱给我,要不然我揪你去洋人的寻附房。 这座桥是洋人修的。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从此桥过,先收买路钱。你没有交买的钱,就过了桥。洋人的厉害你还不知道了吗?你犯了法了。比较老实相似的,一听就怕了,赶紧交钱给他了。 但是洋人根本没有这个法,好不好?他就是借你相信的刚进城,什么也不懂,就冒充洋人的寻附房出来收你的钱了。吃这种饭就叫尿泡饭。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他要面临两种危险。第一,洋人的寻附房的寻附可能正好在这时候路过。从哪儿冒吹你这个敲诈乐所的人,给我去寻附房,先蹲上一个星期再说,那倒霉就不是乡下人,而是你了。 第二就是,比较老实的乡下人,行丹饮子的乡下人让你欺负了。万一来的是一个不讲理的乡下流氓,或者是一个乡下大宗族,几十口男人在那里,哎呀,洋人这么坏啊,你是洋人走狗,打洋人呀,打洋人呀,洋人还不在附近,你这个二毛子我们还可以打一脑,你钱没有收到鲜埃那一顿打。 所以,这碗饭不是好吃的,所以黄金融自己也是江湖人,说的蓝天就是流氓俗生,把这碗饭叫做尿破饭。按说体面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吃尿破饭,但是你要在自己没有实力的情况下蒙取非分的政治,你就只是这样了。 所以,核心联就等于是,照他的反伊斯兰教的逻辑以后,就只能是吃尿破饭了。 就忽悠说是,白右川普是唯一的希望,川普出来要镇压穆斯林,要不准穆斯林国家移民入境的,白左,例如民主党派出了穆斯林议员,川普要怎么怎么样打击他们的。 但是,实际上,川普每一次穆斯林有过节的时候,他都发出电报在推特上祝贺穆斯林过节,然后又任命了一个维吾尔州的女人当国务院对华外交的主持人。 民运在美国折腾了这么几十年,有哪一个人进国务院去主持对华政策或任何政策?他们这些九十年代起来的伟大自由主义者、穆斯林反对者、知那田园基督徒,有哪一次能够进了国务院去主持穆斯林政策或者对华基督教政策? 我看,傅希秋就是之前一个最高级的人物了。这个档次和级别比起穆斯林来说的差得很远。这些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老练马基亚维尼主义者,你就应该及时罢手,不要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继续一搞,白右根本不支持你,而你却拿着白右的牌子去富有,假装要怎么怎么样。这种做法就跟上海贪人流氓拿着杨大人的牌子去收乡下人的保护会一样。 如果杨大人真的懒了,他把你当骗子,如果遇上不剩其邪的乡下人,他真的打你一顿,杨大人也不会保护你。他在白右当中的处刑就是这样的,真的惹及着穆斯林整理一下的话,保证你说的神圣不可侵犯,无比英明伟大的川普和白右,共和党都不会来保你。 而共和党如果知道了你对穆斯林这种种意见,他也绝不会支持你,因为这跟川普政府和共和党依赖的政策一点没有共同之处。 你能够混得出来的就是井底之蛙、刚进城的乡下乌军青年,直接拿着就说沦陷虚刚出来的这批青年,这批人对共产党各种不满,然后你只有在这批阶级地位很低的人当中才能够混得下来。 而且马西早晚要不穿帮的,你这样公开实行共产党推广的那套统战车就是说,维吾尔人的民族独立等于伊斯兰恐怖主义,镇压维吾尔人就等于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 这跟外交部发言人政策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早晚会让真正的共和党人和在美的穆斯林注意到,而你根本就不看他们一击。 所以接下来,这场戏实在是很难演下去的。你要说美国跟穆斯林的关系比欧洲要疏远一些,但是没有问题,比跟华人的关系还要早一点。 实际上,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美国已经有少量穆斯林了。 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传教士也去了中东,贝鲁特、开罗都有美国大学,穆斯林留学生到美国的时间比起大清国的留学生要早几十年。 穆斯林,特别是黎巴人和埃及来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国的历史也比大清国出来的华人的历史要早几十年,而且他们的阶级地位跟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一样是比较硬的。 所以,有吉伯伦这样的,吉伯伦虽然基督徒,但是跟他一起来的黎巴人的穆斯林在美国是有一层的,所以才会有像沙伊德这样的东方主义者在美国学府有一定地位的穆斯林温和派。 他们无论在美国社会还是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至少都比余金石这样的这批人要来得早地位高。别的不说,就像马洪魁他们这些人,马洪魁最后也是到了加州,他的指质有很多人来加州的。 如果他们真的跟何清廉说得那么快的话,岂不是早就应该有各种声势了。但是实际上,五十年代排华的时候,真正被美国情报部门列为打击对象的实在是华人,而并不是这些美国穆斯林。 而何清廉他们是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时期出来的这些被打散了的散沙社会最高级别的,也就是大学生、准公务员和小赛街知识分子的这些人,对过去的历史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你读他们的叙事,好像你以为美国有穆斯林是从奥万瓦开始的,都是奥万瓦和白左的错,只要打倒了民主党,穆斯林会就能自动点决。 这个跟真实发生的历史差着十万八千里,而且这些事情都是稍微有一点历史素养的。 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凡是在网络时代以前通过读书来了解历史,而不是通过上网来的历史,都知道美国有穆斯林,即使他们不知道美国建国的世界穆斯林, 至少也知道美国传教士到中东时期,以及中东穆斯林启蒙一种时期派到美国的穆斯林留学生。这个比一下时间就知道,比亲国的留学生要找得多。 恐怕是只有上网以后,仅仅通过网络上的谣言了解历史的人,才会以为美国的穆斯林或者甚至欧洲的穆斯林是冷战以后,是911世界以后的事情,而且全都要冠奥巴马。 这种莫名其妙的理论,它像是中文圈网络冒出了很多泡沫一样,其实是不堪一击的,但是很神奇的,却好像是非常流行的,被人当成像欧敬德公社一样的论证的基本前提和基本真理一样,很能富有毫无根基的那些由于共产党的缘故已经不相信任何教育体制,却很容易相信网上流行的任何谣言的沦陷剧青年。 当然,这些现象从阶级分析来说,都可以一揽着说,这是无产阶级社会的正常现象。无产阶级社会就是一个到处起泡沫,而产生不了任何坚持结构的地方。 本来相对于武器和金钱已经是泡沫的学术,比学术更加泡沫的普通舆论也都是泡沫当中的泡沫,而且情怀又只能是这样的。当然,泡沫肯定是不堪一击的。 我注意到现在的何信仰他们好像非常恨我的缘故,肯定是因为我在舆论界喷着的一些泡沫比他们喷着的泡沫要更坚硬一些。 泡沫跟泡沫比,也可以混坚硬和脆弱之分,就像约翰逊博士所不屑的那样,跳蚤一样混大跳蚤和小跳蚤。 这个也真是,但是反过来说,恐怕也只有中文圈,你才能够仅仅依靠泡沫,像五四时期那些文人那样在地上占领一席之地。 在其他比较坚实的社会,喷泡沫的人要么是根本完全没有地位,要么就是顶多有一两个像阿富汗籍这样的极大极大的大宗师纪的人物才能够留下了点痕迹。 普普通通的小知识分子,靠当几年新闻记者就起家了那种小知识分子,地区上就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了。 而你居然会被在乎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所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解体的非常彻底的社会了。 主持人的政 A. 以为周圆,艾文文人们稍微讲述一下,您知道中国的回族是穆斯林社群里人和俒话比较神的这群人,那他们还有具有民族发明的条件吗? 吴吾kelijk·滏离之前,选择勿为中文geschnoch匈,那么中国的 19 they are not as Black people of their blood covenant,但是确实能不能够顶得住,例如普 blirubun benieu的民族能不能够顶得住, 这个是谁都没法实现预言的。而这个就是一个势在人为的问题,在看你当时在以后的一期的博弈演变当中,能够顶得住。 当然,策略的高低,说白了就是太上皇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你在民族发明当中,你选择你跟谁有亲,实际上就是确定了一个统战方向。 这个后来能不能成功,多半要取决于政治和外交的博弈的。对于晚期的民族发明,具有解体帝国性的民族发明,实际上就是要你在帝国瓦解的窗口期以选择的太上皇足够硬,能够覆得住你,是你能够从非正式辅政或者正式身份。 OK,了解。那我们今天访谈到这边结束,谢谢您,下礼拜再见。